并购案案突一,套利1.8亿 国保总裁被起诉,4亿天价交保 被收押近4个月的国保总裁朱国荣 5日被特征组起诉了 法院随后召开接押庭 裁定他以4亿元天价交保 因为特征组争结中信金币案 起诉三大部分 其中朱国荣就涉及两岸 他也因此当了快4个月的结下囚 话说从头,国保集团是持有台收保 近4成股权的龙邦公司大股东 但特征组调查发现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郭仲亮 当年为了合并台湾人寿 讨好朱国荣 以中信人寿资金低价高卖 国保集团提供的单薄品 让国保集团获利数亿元 此外,朱国荣趁着中信并购台收保的 利多消息曝光之前 禁与员工林贵心分别利用人头账户 大量买进台收保股票及衍生性商品 等利多消息曝光后 再脱手算差价 不法获利1.8亿 两人另炒作龙邦股票 获利5800万元 因此涉嫌证券交易发等罪 统统遭起诉 邓新闻台北报导